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福康公主赵辉柔 本来这个话题我是准备放到以后再聊的,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剧透 但是一来是有些朋友确实是比较心急,想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二来呢,我今天所要说的这些内容呢,都是来自于史实,跟剧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剧情究竟是怎么发展呢?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我是一点不知道啊 我没有看过古城碧,也没有事先看过这个清平月的剧情介绍 所以呢,我说的全部来自于史书 说起这个赵辉柔啊,她是仁宗皇帝的长女,仁宗皇帝对她非常宠爱 她也非常爱她的父亲 曾经有一次啊,她的父亲生病 小辉柔呢,那时候还很小啊,就一个人站在外面向老天祈祷啊 希望能够让她的父亲尽早康复,为此呢,她不惜折自己的寿 这样的话,如果放在现在来说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稀奇啊 很多人都这么说,大家也都不在意什么天打五雷轰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怎么怎么样的啊 但是放在古代,这种话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因为古代的人,他们真的相信上天会听到他们这些话,真的会这么做的 所以他们这话绝对不会轻易说出口的,除非他是为了他挚爱的人 小辉柔呢,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会不会真的变成一语成称呢 在辉柔九岁的时候啊,仁宗皇帝就把他许配给了一个叫李伟的人 这李伟又是谁呢,这李伟啊,是李永和的次子 李永和呢,是仁宗皇帝的生母的亲弟弟,就是李晨飞的弟弟 李永和呢,是当年刘娥,刘太后在民间把他寻访来的啊 然后给他许以官职啊,也算是对李晨飞的一个报答 那李维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有记载,用两个字来形容他 说他,朴露,是朴实的朴,露是丑露的露 在这里呢,就可以简单的解释为粗闭 露呢,当然就是丑露,他长得不能说不好看吧,应该说挺难看的 但是他也不是一屋是处啊,这李伟这人的书画作品还是很有一套的啊 现在他的有的作品还收藏在波士顿的美术馆 美国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找找李伟的作品,画的很不错 但是啊,尽管说李伟他不是那种一屋是处的芽内 但是他的这些优点啊,放在辉柔姑娘的眼里,就真的算不上什么了 大家可以想想,辉柔他的生长的环境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大儒啊,当代的大家啊,高官啊,显贵啊,还有他的父亲呢,曹皇后啊等等等等 他接触的全是这些人,所以说李伟的这点本事啊,在辉柔的眼里啊还真是有点不够看的 那么为什么仁宗皇帝就愿意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许配给李伟呢? 我想原因有二,第一呢,仁宗皇帝呢,对李臣飞呢,一直有一些愧疚之心 认为呢,自己没有尽孝,没有养他 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亏欠呢,就都给了李臣飞的娘家人,就是他的弟弟李永和 仁宗皇帝呢,特别希望啊,这个李氏家族啊,能够真正的成为皇亲国戚 因为毕竟李永和呢,是来自于侍景啊,背景,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啊 所以呢,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他们家着急 而能够让他们成为皇亲国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女儿嫁给他 那自然就是皇亲国戚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仁宗皇帝也觉得呢,李伟呢,可能也算是一个有一些才干的一个可用之人 而且呢,性格又比较温和 觉得女儿嫁过去呢,应该也不会说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此外呢,仁宗皇帝呢,还尽量在辉柔嫁过去之前,给他做尽可能多的补偿 就是给他封官爵啊 在宋朝这公主也是要封的,不是说你生下来就是公主,你也要被封的才能成为公主 仁宗皇帝呢,就给他封了一个叫燕国公主 这个职位挺高的,而且呢,还坚持要在他成婚之前,给他行册封礼 这么做的话,实际上当时是有点不合规矩了啊 当时的那些见官们也向仁宗皇帝提出来了 说的,如果你给福康公主册封,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行册封礼的话,这个咱们前朝没有过啊 甚至于我们以前最受人尊重的卫大长公主,都没有行过册封礼 如果给辉柔行册封礼的话,那显然是与理智不合 但是呢,仁宗皇帝呢还是固执己见,还坚持为这个辉柔行了册封礼 我想这样做的话,仁宗皇帝就是想,我能给的我都给你 不能给的我也想办法给你,就算做一个补偿吧 毕竟这是他最心爱的女儿 辉柔嫁过去以后呢,一点也不幸福 他和这个李伟啊,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 李伟呢,倒是刻意的想讨好他 但是辉柔呢,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 辉柔在这个公主府啊,他并不是住到了李伟的府地 而是住到了公主府,这是仁宗皇帝赤重资给他修建的公主府 他在公主府啊,他只跟这个他带过去的那些内侍啊 在那跟内侍们说话啊,聊天啊,洗脑 他就从来不理李伟和李伟的母亲杨氏 他带过去了几个太监 其中有一个就是梁淮吉,这个在剧中是一样的 还有一位姓张的太监,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 辉柔,大家可以想象他一定是被仁宗皇帝交宠惯了的啊 所以呢,他在这个夫家也是意志气使的啊 对这个李伟呢,从不尊重 甚至对李伟的母亲杨氏也没有说把他当做一个婆婆来看待 给他予以他足够的尊重 都没有,他还是那样就是自己一个被宠坏的小公主的样子 这些并不是我自己瞎编的 或者从那个野史书上抄下来的啊 这些呢是出自于一部分出自于宋史公主传 一部分呢是出自于司马光的宿水记文 这是司马光自己写的日记体的一个史记 但这并不是纯粹的私人日记 他实际上也是给公众看的 也是当时一种记载历史的方式啊 司马光大家都知道啊,是修资着通鉴的 不管他做官做怎么样 但是在修史方面,他绝对是无可置疑的 据司马光记载啊,辉柔嫁过去以后呢 他的内侍主要指他的一位姓韩的奶娘 就经常挑拨他跟李伟啊,和李伟的生母 杨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有一天呢,是辉柔和梁怀吉两个人在内史中呢 相对饮酒,大家记住了,是相对饮酒 然后呢可能一边饮酒一边说笑 这时候呢那位杨氏夫人呢就偷看到了 大家记住,是偷看到了 后来呢,辉柔就发现了杨氏在偷看 于是呢就跟杨氏争吵起来 甚至还动了手啊,具体怎么怎么动的手 争吵到什么程度 这个司马光也没说清楚 反正就是起了争执吧 然后呢,李伟呢也牵涉进去了 可能是说了辉柔几句 辉柔就非常生气,就离开了公主府 直接奔向了皇宫 那时候已经是夜里了 夜里的宫门已经完全关闭了 没有特出的情况是不允许进入的 辉柔非常知道这一点 他在宫中长大了嘛 但是呢这时候他已经不管不顾了 他就使劲的敲宫门 最后那些太监呢也没有办法 虽然说知道违背命令 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是皇上的爱女 他们也拦目住,最后开了宫门 然后呢辉柔呢就向仁宗皇帝哭诉 就这件事情啊 当时在朝野中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很多建官们啊,台官建官呢 就给皇帝递折子 说这个深夜开宫门尤为阻止啊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必须要处罚 后来呢李伟呢也追过来了 也跪在那个仁宗皇帝的面前呀 请求处罚啊 因为认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辉柔公主吧 或者说他觉得闯这么大的祸啊 他也请求处罚 仁宗皇帝呢最后呢就是有点稀释宁人的态度吧 就把辉柔身边的那几个内侍 包括梁淮吉还有他的那个奶娘韩氏 还有那个姓赵的皇冠给他们进行处罚 把他们发配到了西京洛阳去那去去那去打扫皇陵去了 灰柔公主在得知梁淮吉被贬到西京去扫皇陵以后呢 非常气愤 情绪极尽失控 他据司马光记载在他的素水济文这部书中 说公主或要或遇自义或要复警或要焚烧这个或要烧房子 总之啊 就是情绪完全失控 公主呢就是要求要把梁淮吉送回来 最后这个仁宗皇帝呢也没有办法就把梁淮吉呢又给调回来了 但是呢 并没有放到公主府 而是放到了内市省的前省 在这里呢 我又要跑一下题 说说北宋时期的宦官 大家看这个这部剧哈 我发现这部剧是把宦官真正当人来看的一部剧 以往的那些影视剧啊 一说起宦官基本上就是两种 要不然就是那种娘娘腔啊 说了说话娘生娘气的 然后呢 心里还极其阴暗 好像都有点变态那种感觉似的 要不然的话就是武功高手 也不知道怎么着 好像只要是一咬牙一闭眼一狠心一刀下去 自己就能变成东方不败了 大家看这部剧里的宦官形象啊 基本上还算比较正常 你看张茂泽也好 梁怀吉也好 还有人手中啊 包括以前的那个颜文英 还都算比较正常的 这北宋太监啊 跟其他的朝代不太一样 嗯 北宋没有出现过 宦官专权乱政的这种情况 不像在唐朝末年 唐朝末年应该是自唐宪宗以后 所有唐朝皇帝 基本上都是太监废的太监立的啊 就是太监专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相信赵匡印开创北宋王朝之前呢 他已经看到了宦官专权的弊病 所以他也尽力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首先呢 就是宦官的人数啊大幅度缩减 据说在赵匡印年代啊 宦官只有五十个人或二百人 我查资料 嗯 不是很确实 反正人很少 五十到二百人最多就这么多人啊 到了仁宗皇帝这一代呢 情况略有好转 有大概有两千多名太监 服务于内市省和陆内内市省 这个这两个区别呢 就是内市省基本上服务于前朝的 哎 又叫前省 入内内市省是服务于后朝的 基本上就是服务于皇上啊 各个公主啊 王妃啊 王子啊 服务这些的 就叫入内内市省 又叫后省 像梁淮吉呢 以前呢就是在后省 后来呢 等他从皇陵那块调回来的时候 就到了前省 刚才说了仁宗皇帝的时候呢 大概有两千多名太监 灰宗皇帝呢 大概最多也就是七八千 这已经是到了最多最多的程度了 你要相比较明朝中后期的太监人数的话 大家难以想象是叫什么一个数字 八万 明朝中后期宫内的太监人数是八万 当然这八万是吃响的 就是拿工资的是八万 实际上呢 因为有很多空想 就是大家都知道原因嘛 至于为西方的传交士记载 说实际人数也要在两三万左右 所以这人数正上就比宋朝的太监人数要多很多 而且这个宋朝啊 太监最高的能做到都都支 然后下面有分复都都支 然后左都都支又都都支 像大家看那个张茂泽 他好像是内侍皇门 应该是一个差不多从九品或九品的一个官员 都都支就是最高了能够做到六品 像复都都支那就是从六品 就差不多就到这个职位就到头了 你要做太监就能做到六品 但是呢 北宋呢 有一个特出的一个规定 如果你还想往上走的话 你可以走五官这条路 你可以走书密院这条路 你可以一直往上走 那上面就没有尽头了 你可能当书密使 就像后来的铜冠啊 什么都是书密使 甚至可以可以称王 也就是因为如此啊 所以北宋的很多的宦官都很能打仗 大家知道铜冠这个知道啊 镇压过方辣的起义 还争讨过辽国 也打过西夏 还有铜冠的师父叫李献 也是一个很能打的太监 比铜冠能打多了 到后来 宋神宗曾经组织五路大军争讨西夏 其中有两路都是太监 这是后世 前朝到了在宋太宗和宋太祖的时候 也有太监 有一位姓豆的两个太监 兄弟俩也是非常能打的 而且大家知道 宋朝是天子与世代部共治天下 没有太监什么事 而太监呢 他也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能够指挥的军队 他最后做到疏密室 做到武官也是按照北宋的武官的体系去往上走 而北宋呢 一向是中文轻武 所以呢 种种原因就造成了北宋没有出现这个太监专权弄权的情况 好 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辉柔公主的事情 嗯 虽然说梁怀吉被调回来了 但是呢 辉柔公主和李伟两人的夫妻关系仍然是处理不好 辉柔公主呢 虽然搬回了公主府 但是呢 她不进内室休息 从来不进内室去睡觉 整天待在她的大厅里头 在那里呢 每天也不睡觉啊 行似疯癫 一会儿要突然要跑出去 一会儿又要自杀等等 这些呢 都是记载在司马光的《速水记文》这部书里头 后来呢 皇上知道这事儿以后呢 也觉得闹得太不像话了 于是呢 就伸斥了辉柔公主 说的 如果你不能在下面的臣子家里头做出榜样的话 那你怎么给其他的人 世上的人 老百姓们来看呢 还把这辉柔公主的官位降了一级 同时呢 皇帝呢 多少也有点迁怒于李伟啊 反正这件事情闹成这样吧 李伟你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你长得这么寒颤 你长得这么难看 难道你就一点不负责吗 可能是这意思啊 于是呢 就把这李伟啊 也降级了 还是发到了外面当一个支州 然后呢 就让公主呢 搬回宫里来居住 哎 这么一分开 就是好几个月 等于夫妻就已经分居了 辉柔搬回皇宫以后呢 仁宗皇帝呢 也非常心疼自己这个心爱的女儿 他也曾经想过 是不是就让女儿跟这个李伟离婚 他也曾经多次啊 派人去用重金去赏李家的人啊 同时呢 也让人带过一些话去 意思就是说 凡人之富贵 亦不必为主婿也 意思就是说 你不当我的女婿 你家里头也会有富贵的啊 就这意思 就等于是暗示了李家 当时呢 李家的老大 也就是李伟的哥哥 接到这暗示以后呢 就上朝禀告仁宗皇帝 说我弟弟配不上公主 请求皇上准许他们离婚 所以呢 当时呢 皇上呢 还是很犹豫的 要不要就让辉柔和李伟离婚 但是朝中啊 总有那么一些大臣 这些大臣呢 是以司马光为首的 这些大臣呢 就是反复的向皇上觐见 说的这个不行 那也不行 皇上呢 就有点左右为难 在这期间呀 有一个人是坚持的站在了灰柔公主的这边 这个人是谁呢 毫无疑问 就是苗贵妃 苗星河 苗星河呢 是完全不赞成这段婚姻的啊 他就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女儿和这个李伟离婚 他是怎么做呢 他呢 还偷偷派了一个自己的身边的人 让这个人呢 偷偷的潜入到了李宅 玩了一把无间道 目的呢 就是找一些李伟做的不对的事情 好 以此为借口呢 逼迫仁宗皇帝同意他们离婚 这段时间呢 李伟还没有去外省赴任 但是这个内奸呀 在李府待了一段时间 没有找到李伟任何的把柄 于是呢 他就回去禀告这个苗星河 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能够弹劾李伟 进而呢帮助公主完成离婚的愿望 但是呢 他又给这个苗星河出一主意 说你可以去劝说人尊皇帝 让人尊皇帝给李伟赐死 这苗星河呢 当时也是很着急啊 就不管不顾了 就去劝仁宗皇帝 就去跟仁宗皇帝说 说你把李伟赐死吧 当时呢 仁宗皇帝呢 是沉默不语 没说行 也没说不行 后来呢 第二次的时候 苗星河又跟仁宗 又跟仁宗说这件事情 当时呢 是曹皇后呢 也在旁边 曹皇后就说呢 这事不妥 说的 仁宗皇帝呢 之所以把女爱女嫁给李伟 就是为了补偿对他生母的亏欠 如果我们最后要赐死李伟的话 那完全是事与愿违 而且这件事情 书为不妥 于是呢 仁宗皇帝呢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这段时间啊 司马光和那些建臣们啊 就频繁的给仁宗皇帝上书 反正仁宗时期大家都知道 这这建官最喜欢顶皇帝啊 有这么一个事儿的话 建官就是出风头的机会就到了啊 纷纷给皇上上书 一会儿啊 说要责备公主等等 一会儿又说要把这些内侍们 这些公主身边的人啊 全要伏法啊 让他们受到严厉的制裁 等等等等吧 其中呢 司马光呢 是所有建官中最积极的 对这件事情 他频繁的上书 本来仁宗皇帝是只想贬离尾 不想责罚公主 不想给公主降级的 但是呢 也是在这些建官 特别是司马光的一而再 再而三的那种劝谏下 皇上也没办法 只好把公主也降了级 司马光呢 还曾经给皇上上书呢 给皇上举个例子 就说的应该让这个公主啊 应该向这个魏国大长公主学习 说起这魏国大长公主啊 咱们又得跑一下提议 这魏国大长公主是谁呢 她是宋太宗的女儿 等于是宋真宗的妹妹 亲妹妹 是她的九妹 这九妹嫁给谁呢 她嫁给了当时北宋开国元勋李重巨的孙子 叫李尊旭 那这司马光为什么举魏大长公主这个例子呢 其实啊 因为魏大长公主跟李存旭之间 有过这么一段类似的经历 简单的说呢 是这样 是这个这魏大长公主啊 相貌不美或者说比较丑 当时这个李尊旭啊 第一眼看到这位公主以后呢 就觉得挺失望的 嗯 两个人呢 刚开始呢感情并不好 后来呢 据一些史料记载啊 这个李尊旭呢 竟然跟这个魏大长公主的奶娘好上了 搞出很多事来 后来呢就让宋真宗知道了 宋真宗照衡一听说他欺负他妹妹 当时就想把这李尊旭啊给处展 后来是这个魏大长公主 哭着求宋真宗照衡 说的你不要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 让我自己来解决好了 于是呢 宋真宗呢就放过了这个李尊旭 李尊旭呢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 也可能是发现了这位魏大长公主的身上的闪光点 于是呢两个人呢 哎 以后的日子呢 就一直是相敬如宾的 过得还不错 算是白头偕老了 魏大长公主呢 还为他生了三个孩子 让他们这个家族得以传续 说起这个李氏家族啊 他到后世的时候 还出现一个特别著名的人物 这是到了南宋时期 这个著名的人物呢 是一个和尚 他的俗名叫李修元 法号道祭 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 道祭 他就是祭公 没错 这祭公啊 实际上是李家的后人 是这个李尊旭的后人 也可以说他是魏大长公主的后人 所以说起来挺有意思 你看曹国舅 曹皇后的弟弟是先 是八先之一 然后呢 后世又出了一个祭殿 道祭法师 再加上民间有传说 仁宗皇帝就是赤脚大仙下凡 所以说他们这个家族啊 真可以称得上是神仙会了 这司马光举魏大长公主的例子呢 可能也是想告诉孙仁宗 就是说哎 你看当年的长公主也曾经有过一个不太好的开始 但最后呢 结局还是很美满的 他呢就是劝谏仁宗皇帝 让仁宗皇帝啊 还是让公主回到公主府 让他们夫妻在一起生活 也许慢慢的相处久了 这个矛盾就解除了 事情就解决了 当时呢 朝中还有一个叫拱顶臣的大臣 这个大臣擅长周易 挥算卦 他就给这辉柔公主跟李伟啊 这段婚姻补了一卦 然后结果呢 就告诉仁宗 说没事 说那个前面可能有点波折 但后面就没问题了 夫妻美满 白头偕老等等等等 仁宗皇帝呢 就是听了司马光的劝谏 又听了这位周易大师的占卜 于是呢 他就劝辉柔公主呢 又回到了公主府 又把李伟呢 从外从外帝调回京城 等于呢 又一切恢复了正常 这事情呢 到现在为止 似乎就已经平息下去了 后来据说那位叫拱顶臣的官员 在他死了以后 有人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了他的这段经历 就是说他当时给仁宗皇帝算了这么一卦 而且这卦算的特别准 果然公主和驸马在以后就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吗 几年以后剧情急转之下 徽州公主搬回公主府没过几个月 仁宗皇帝就驾崩了 然后呢 是英宗皇帝继位 四年以后 英宗皇帝也驾崩了 神宗皇帝继位 神宗皇帝呢 对这位长公主 现在应该叫长公主了 一直是礼遇有加 因为宋神宗的父亲 也就是宋英宗 当初寄养在宫里的时候 曾经受到过苗贵妃的恩怠 所以呢 一直有一份感恩的心 西宁三年 也就是宋神宗执政第三年的时候 在正月九号的那一天 年仅33岁的徽州公主突然去世 当时神宗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惊愕 他就放下手里的事情就到公主府去去探望 在他看到公主死时的情形以后 他马上就招来了中书 下达了对李伟的处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注意到了公主死的时候呢 那种情况非常糟 公主的脸上有被烫伤的痕迹 而且呢 他的被褥里面上面都有一些狮子 后来据神宗调查 公主生病的这段时间啊 他需要看病啊 需要吃药啊 在这些方面李伟都加以阻挠 设置障碍 等于最后呢 公主死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人伺候 因为那是正月嘛 很冷 所以公主呢 要自己去去生活 所以呢 不小心就把脸烫伤了 当时神宗皇帝给李伟的罪名就是奉主无状 王安石也记载了后面这件事 据王安石记载啊 当时神宗皇帝说 说伟都不须长主 神宗皇帝呢 还大哭了一场 而且取消了后几日的朝会 让他的载府大臣们都去给公主祭奠 把当时都城里的上元节的庆祝活动也全部取消了 所以说神宗皇帝当时是非常的悲痛 也非常的气愤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公主在回到公主府以后 和李伟并没有能够和好如初 甚至他在公他在家中还受到的虐待 特别是在他生命的这段时间 那大家可能有疑问说 为什么公主这时候不能回到公里去呢 我想啊 可能是因为仁宗皇帝呢 不久不就驾崩了吗 然后呢 那位白眼狼英宗皇帝继位以后呢 英宗皇帝的女儿啊 把他们以前住的地方都占去了 所以呢 辉柔呢 就面临着有家不能回的这种局面 而且呢 大家知道啊 北宋王朝呢 历来最忌讳的是外戚专权 所以呢 对于公里的人和外面的臣子们接触也是非常的戒备 这可能都是造成辉柔无法和公里取得联系的原因吧 当然了这些没有史实的记载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而已 大家也可以展开联想 总之啊 最后的结果证明辉柔非常不幸福 也很早的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 这一切呢 都要归罪于这段糟糕的婚姻 他和梁怀吉应该是以后就没有见过面啊 而梁怀吉呢 据说在公主死了以后没多久 也因郁闷而死 以上呢就是历史上记载的灰柔公主和梁怀吉 以及李伟呢 这段经历的最后结果 嗯 李伟呢 到最后呢 又官赴原职 嗯 他中年71岁 可以算得上长寿了 最后死的时候呢 还被追赠了适中的头衔啊 应该是接近云宰相的这个官职 应该说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只是可惜了灰柔公主 仁宗皇帝呢 在灰柔婚姻的这件事情上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 他如果权下有之 我相信也一定会懊悔不已吧 而且我也相信啊 如果仁宗皇帝知道了灰柔是这样的结局的话 他一定不会放过那位叫龚鼎臣的官员 一定会把他从那个棺材里揪出来 宝揍一顿 然后再给他塞回去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灰柔公主还是就这样仓促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好的 以上呢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灰柔的婚姻和他最后的命运 我相信朋友们可能听了以后呢 并不是很开心啊 因为毕竟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但是命运就是这样 我们也只能为灰柔公主唏嘘不已吧 好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转发和订阅 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再见